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韩版天堂M 5月8号的更新内容 这次的更新我整理了五个重点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击败千年九尾狐活动 这个活动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呢 因为他可以分身流刷取 你只要消耗20个叶子就可以进行副本的任务 任务击败boss之后你就会获得一个莲花 莲花打开你可以获得三个兽陶 能力值就跟龙之胜水是一模一样的 右边是你可以额外几率获得的道具 如果你分身流能够刷到一个觉醒悟空 那就是大赚特赚啦 第二个重点是这次更新新增了10个 哈佛万能耀的能力值 永久的哈佛现在变成2645了 他新增了PVE6个以及PVP4个 多了PVE近距离附加伤害 PVE远距离附加伤害 还有PVE魔法附加伤害 还有PVE近距离攻击 PVE远程攻击 还有PVE魔法命中 应该是指命中啦 远近法命 再来 PVP的能力增加了 PVP近闪 PVP远闪 PVP近距离 无视闪避 PVP远距离无视闪避 很饶舌但是总共多了10个能力值 所以大家哈佛万能耀 永久无极限 下一个 这个更新是我觉得蛮便利的 如果你之后 能力值不想要给别人看到全貌 或是你只是想要看重点的话 他新增了能力值 收藏 这个收藏名并不是说你有什么可以收藏干嘛的 而是让你能力值可以把它塞到你的精选里面 你可以只看哪几个能力值 让我把这几个打勾之后 你下去他就只会看到这几个能力值 显现出来 就说这几个 我的最爱 好 在下面一个 新增了娃娃的觉醒卡池 那这些娃娃觉醒是针对呃 制作娃来做觉醒的像 强盗手里那个新的制作娃娃 可以觉醒搭配独简巨人觉醒 然后异弗利成个眼魔觉醒 还有之前的制作千年九尾狐觉醒也有卡池 那这些卡池能力值大家可以慢慢看一下最多到紫色的 好最后一个这个我把拿出来讲是因为他比较特别 我们平常的500钻的代币啊那个香橙瓶震 他这次新增的一个制作就是你使用16个瓶震 就可以兑换 600个视频保护卷轴 这个是过去所没有的兑换 然后我觉得600个视频保护卷轴 他的稀有度珍贵程度还有使用性上来说是大于其他几个东西的 所以这次你们如果要兑换的话 不妨考虑一下600个视频保护卷轴的兑换 好这次影片就讲这五个重点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掰不 希望你不ech